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到硬派Q&A第28集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一個 可能大家聽過 但是未必使用過的一個手法叫做點滴法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學長之前介紹過的點滴法 那我把資訊欄放在左上角 那可以去學習一下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說 點滴法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那它為什麼會存在呢 所以它就有一點點學理上 然後跟大家溝通一下 好,點滴法其實顧名思義嘛 它就是利用一顆一顆的水珠狀的小水 然後放在我的粉面上 讓粉慢慢吸水以後 然後連續做大概一分鐘到兩分鐘 都不等,每一家手法不同 但它的共同特性就是 必須要用很小很小的水 慢慢的滴在粉上 那這個邏輯是什麼邏輯 為什麼這樣子的 這麼奇怪的一個衝突方法 它背後代表什麼樣的概念呢 其實它背後就代表的是 就是無限多次的斷水 如果各位常常看學長頻道的話 應該會對於斷水這件事情本身呢 都會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只要你斷水變多 基本上的濃度呢就會提升 為什麼呢? 因為每斷一次水呢 我的粉塵經過了吸水 再把水流完這個動作的時候 整體萃取時間都會變長 變長的情況之下呢 咖啡的風味呢 就會往後半段 就是甜啊 口感的部分發展 所以你喝起來 濃度會覺得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斷水次數多呢 原則上呢 你的濃度呢 是會變得比較高的 那如果你沒有斷水 譬如說你說一刀流 或者說很少斷水的話呢 你的濃度呢 就不會那麼的高了 OK好 那我們回到點滴法 它的這個形態上面來思考的時候呢 各位是不是就可以去聯想的到 這樣一滴一滴的過程之中 它其實就是無限多次的斷水 它每一次呢 給水數都非常少 一點一點一點 但是每一CC 每一個水珠中間 它都是有一點點小的尖段的 所以這時候粉塵的吸水狀況 都是這樣 一滴水下去 完全吸附進去以後呢 然後呢 下一滴進來 然後呢 它這個時候呢 粉塵吸水的能力還繼續有 它一直滴滴滴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粉塵已經沒有這個吸水能力的時候 再滴下一滴的時候呢 最前面的那一滴呢 會最下面那一滴才被滴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的是 它幾乎可以說是 可以讓水在粉塵裡面的時間 非常的長的一種技法 所以也就是說呢 當你的技術好的情況之下呢 就可以使用點滴法這樣的技術 讓你每一顆水 能夠承載著非常多的咖啡的風味 最後才滴到我的下滴裡面 所以這也是點滴法 它很有趣也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我前面可能滴了60cc 80cc 這種很少的劑量 但是用很長的時間 但是我換來的是什麼呢 就每一滴的咖啡 都是非常濃郁 而且飽滿的味道 那最前面這些很濃郁的液體呢 之後呢 再用比較快速的手法呢 去Balance它的整體濃淡度 你喝起來的時候就會感覺到 哇 因為我前半段那些液體非常的濃厚 所以會讓你一入口的時候呢 就會很有印象感 覺得哇風味很飽滿 就風味呢 很扎實 喝起來是很有印象的 那以上呢就是點滴法 它的背後的原理 當我們弄懂了很多手法的原理的時候 就發覺說 其實很多的概念本身 它是變了一種型態 但是核心的概念還是不變的喔 OK 那我們今天關於點滴法的原理的部分 就說到這邊為止了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